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我们来看炎炎所写的《枕上书翻外,三十三式绝不分离》,二 然后就立刻去找药了,帝君输了些灵气与小狐狸,一摸半个时辰左右,重灵回来了,后面跟着不少的宫女都拿着药 所以接下来的五日,帝君什么都不管,只顾着自家小狐狸日日熬药,把药膏涂在她的伤口上 雪事之前小狐狸心情不悦,五日了都不曾醒来,抑或是不想醒来 该六日,帝君还是同品质一样,给小狐狸喂药 小狐狸喝完后,啪唧了一下狐狸嘴,帝君丑溺地笑了笑,摸了摸小狐狸的小脑袋 突然小狐狸身上闪了一闪,那么一瞬间,帝君却看见了她的床榻上躺着的并非是小狐狸 而是一位停停玉立,主主动人的艳丽的女子 乌黑的长发,苗条有婀娜的身姿,帝君不禁看呆了 小狐狸以人心信尸只有短短的三分钟 帝君勾起了嘴角,小狮说道 想不到,小狐狸你有一日会成了未如此轻利的女子 但,为何我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和别的灵虫感觉即是不一样 丛林走进来说,帝君,连三殿下说想和你下下棋 帝君想了想,冷冷道,让她进来吧 连宋进了帝君请殿后,向西西道 怎的,都第六日了,小狐狸还没好 帝君说,夜瞎吗 让你进来,是有事找你的 连宋把扇子合起来说 走吧,去书房边下骑边说 帝君在床榻上换坏出了软榻,骑盘说 就在这里,我要看着小狐狸 若她醒了后见不到本君 哼,她有一些事,看本君如何对你 连宋一脸苦笑说道,好好好,就在这里 然后死皮赖脸的就坐在软榻上了 连宋说,什么事啊 帝君说,方才我忽然看见了小狐狸的人形 我在想,以后我也不可能把一位出阁的姑娘 继续到狐狸养着吧 连宋说,哼哼,我看你啊,喜欢上她了吧 当然可以养着啊,娶为自己夫人不就好了吗 几十万年了,去帝后也不出奇啊 帝君拖着头,看着躺在床上的小狐狸说 夫人,帝后,我真的从未想过 唉,连宋看着帝君一脸坏笑道 三千幻境里的尊神啊,被拉入了这滚滚红尘啊 连宋走了后,帝君把床榻上的软榻,棋盘弄走后 床榻上的小狐狸动了一下 帝君把小狐狸抱在怀里,视了一下毛 抱着她便去外面,钓着鱼,以让小狐狸晒视太阳 三日后,帝君今日又是看着佛卿,扶着小狐狸的毛发 忽然呢,趴在帝君腿上的小狐狸,慢慢张开眼睛 看见自己在帝君身上趴着 下意识地看看帝君,然后向后退了几步 朝帝君眨巴眨了一下眼睛,并转过身去,看也不看一眼 帝君撇了撇嘴,轻轻拉了拉她的尾巴 小狐狸瞪了帝君一眼,跳下了踏,摇了摇尾巴 潜在地上继续闭上了眼睛 凤九心里可没多高兴,都不想理帝君 帝君笑了笑,到如今这年纪 这小狐狸是第一个敢对自己发小脾气的 帝君抱起凤九,扶了扶她的毛发说 怎的,小狐狸,你还生着我的气 好了,别气了啊,刚醒,火急攻心 若再病,本君可没有要给你一了 小狐狸本想叫几声,这么一叫 她却发现自己可以说话了 她说,病死我好了,你哪里还有药啊 不都给你亲爱的帝后了吗 凤九说完,小狐狸爪子立马捂住嘴 不可思议地看着帝君 帝君歪着头,勾起嘴角说 哦,能说话了 嗯,药没白吃 再说了,什么病死你算了 你死了,我这老人家怎么办,谁陪我 凤九说,帝后陪你喽,跟我有何干系啊 放我下来,快点 小狐狸在帝君的怀里挣扎着 帝君却抱得更紧了 帝君看着自己怀里挣扎着的小狐狸 觉得颇为可爱 帝君把小狐狸抱起,两人面对面 帝君凑近小狐狸说 真的,吃醋了 小狐狸翻了个白眼说 哼,帝君,你可真好会开玩笑哦 行了,放开我,我要回我该待的地方了 帝君的眼神本是带着愉悦 也想逗逗小狐狸 可听到方才小狐狸柔柔的话 眼神立马都是严肃 帝君说 你要去何处 你丢下我就不管了 不行,你若是走 也只能三年后再离开太成功 小狐狸挣托了帝君的怀中 搭拉着狐狸脑袋,喃喃细语道 本来自己就有夫人 还有那么高贵的灵宠雪狮 要我做事,有毛病 帝君的耳朵又不是摆设 自然能听见 帝君说 谁说本君有夫人 雪尸就雪尸了 真的好大的粗畏哦 丛林走来说 帝君 鸡横公主在殿外跪着 说是要见你一面 有事要说 帝君顶顶头说 知道了 丛林 看好小狐狸了 不要让她再去外面 丛林行了一礼说 是 帝君来到殿外 看见跪在殿门前的鸡横 哭得梨花带雨的 帝君最讨厌 就是看见女人哭了 听见女人的哭声都烦死了 帝君冷冷道 不要再哭了 本君最讨厌女人哭 说吧 什么事 鸡横说 上次的兵器图 并非鸡横改的 若老师觉得让小狐狸受了委屈 而把怒气转在索赢的身上 真大可不必 鸡横欺君 甘愿被罚 但其老师放过索赢 她是与我一起长大的 鸡横肯见帝君 放过索赢 帝君冷笑这声 然后道 是你的灵丑伤了 本帝君的狐狸 若不是本君亲眼目睹 你觉得我会把你的灵丑 关起来 兵器图原来不是你改的 是谁改的 本君的狐狸吗 鸡横说 是 是小狐狸改的 可索赢不会这样做的 老师您看 会不会是因为小狐狸 看见老师对索赢好 然先生醋意 报复索赢 帝君看着他说 你觉得呢 你是在怀疑本君 先生醋意 鸡横 你觉得本君在意的 所有事物 都是心存不轨 鸡横还是觉得 有挽回的余地 他楚楚可怜道 老师 鸡横相信 你也是很喜欢做营的 还请老师手下留情啊 帝君不再看着鸡横 转过身去说 回去你殿中 三日后大婚 本君会帮你逃走 你秋水毒 一万年内不会复发 三日后带着你的灵丑离开 若有下一次 别怪本君不念 昔日与你父亲之情 鸡横说 是 然后帝君就进了店中 小狐狸无聊地 爬在石头晒晒太阳 帝君看着小狐狸 什么怒气 全抛在脑后了 帝君走过去 抱起小狐狸温柔道 小狐狸 我有些试头你说 小狐狸点了点头 帝君抱着小狐狸 来到了六角那连亭中 帝君扶了扶 小狐狸的毛发说 小狐狸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抱歉 还把你赶出了书房 小狐狸看着帝君 不解问道 你说什么呀 帝君短短地说了三个字 兵器徒 小狐狸低下头说 没事啊 误会就误会了 帝君说 我问你个问题哦 你是哪族的领护 小狐狸说 呃 这事儿三年后你便知道了 帝君调调没说 好吧 这几日还是要坚持服药的 你身子还有些弱 对了 顺便同你说 我同姬横并非真的要大婚 我押住了他的毒 三日后他会大婚前离开 他的灵丑 你看怎么办 小狐狸说 和我有个干系 被他打烧就算了 只能怪我自己太弱 哎 被欺负 又有什么办法呢 对了 对了 也不 depend 是 我